我们来看这里哦 还在用餐的同学慢慢用 不用急 OK 那老师大概每一天都有丢一个练习题 丢到群组 同学们你要自己要干嘛 自己要去计算 有一种实力 就是会考上的 那是很关键的一种实力 那个实力不是靠听课来的 那个实力是要靠自己看到什么 题目 发现不会 然后你想个一小时 想一个早上 甚至想一整天 突然间被你突破了 或者你突然看到解答 发现哦 是这样哦 这个过程就是实力的培养 这个是所有考上同学们一定具备的 但这个实力没有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可以给你 补习班老师只能告诉你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 重点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这个解题要怎么解 可是那不代表是你的实力 实力是你看到题目你要怎么办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经济跟管理不一样 管理就是我把一个秘籍给你 你就拿到深山里面干嘛 对疯狂的背 然后再下山 你就考上了 可是经济不是哦 我给你本秘籍 你拿到深山干嘛 你再也下不来了 为什么你觉得 人生还不如就住在 住在山上就好了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准备技巧不一样 你不要我 那个那个我丢在群组 反正没关系嘛 晚上傍晚老师就会丢什么 解答 我看一下解答 我看得懂就可以了 你绝对不会上 而且你到考场一定会死得很惨 懂老的意思吗 你们有没有念过高中数学 高中数学是不是 学校老师或补习班老师讲完之后 你看到题目还会不会 还是不会对不对 因为你不会应用 经济学跟高中数学是一样的意思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假设每一天都有丢个题目 你一定要去思考 懂吗 你一定要去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这个过程都是谁的 都是你自己实力的累积 这个会考上 理解吗 我跟你们讲重要的Key 好的我们来看这里 来 我们第一堂课 很快花点时间帮同学们 讲一下个体是什么 还有什么是技术效用分析 我们从一个重点的topic单元进去 那个单元叫消费者 消费者在追求快乐感 满足感 happy的极致 我们给他一个专有名称叫 总效用极大 但这个总效用极大 有很多的工具要去分析它 那这些工具就是考试重点 这个地方高谱会考 选择题 不会考计算 问答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三倍券 被当成今年的命题呢 有 是因为炒得很火热吗 我也觉得还好 三倍券的意义 是不是你要花一千块 然后政府给你几千块 三千块 是不是这样 那净所得多少 两千 所以是净所得什么家 增加 所以净所得增加 在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个单元里面 只存在所得效果 结束 没有替代效果来搭 怎么考 只能考到财政学跟公共经济学里面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可是财政跟公共比它更重要 它比个课题绝对把它盖掉 它根本站不上这个角色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有时候到底 有啦 如果你们去考国考法序 一定会考刑法 废除 通奸罪 这个一定会考 到底是什么理由去废除它 放心 7月 18 19 20 21 22 那五天有普考高考 你打开法序 一定看到到这一题 是不是 你要怎么办 你就上网去找 不是很多律师吗 都会告诉你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吗 大概就从里面考出来 这题一定有题 老师我不差那两分 我跟你讲 等到你多考个几次 你就会发现 老师这两分就可以让我命运不一样 理解吗 所以你用什么态度来听课 来面对你这一题的考试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叫什么这 消费者 那消费者追求总消极大化 我第一堂课用比较快的速度 因为真的都不太考 也不是这么重要 那我们讲的一个工具叫 技术相分析 后来我也丢了一题练习题 解答我也丢给你们回家子去思考 不会可以在群组上提出来 都没有问题 好不好 学习是7-11 24小时 好不好 不是说一个礼拜三跟晚上来学习 不会上的啦 你问那个大姐她考过她就知道 有没有 你是不是去考过就知道 行为美护一下 对不对 她是不是两个小时而已 你爸不得她给你一个早上来写 对不对 来不及写你看看 来 同学们 我们今天要进入序列相分析 又叫五一 曲线分析法 好 那 老师的课 你们应该已经有所耳闻 我非常重视什么构 架构 为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架构 你走进去一本书里面就死掉了嘛 你也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你只是一页一页一页的记 一页一页的背 对不对 不肯融会 管同遇到大考一定死的嘛 对不对 来 序列相分析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好不好 那到底这个序列相分析 我要讲解什么呢 来 辛苦大家咯 来 辛苦大家咯 原则上呢 老师把它分成 part one的基本观念 跟part two的 什么阶 进阶 part two的进阶 那这个part two的进阶里面 part one的基本观念里面呢 我们待会第一个会先带到的 通常一个分析工具 都会有它的假定 假定 那个假定你放心 国营不会考 打死了 你再二十 你再给他看二十年 累积二十年的样本 他还是不会考 这个地方呢 只会考在选择题 就是高谱的选择题里面 也就是说 哪些假定符合消费者 是什么性 理性的 我们第一堂课 我们讲这个 我们所有单元都在讲 消费者理性还不理性 考试是想考个经验呢 还是想考上 考上嘛 考上才叫理性 考经验干嘛 是不是 人生已经太多考试 都有很多经验 不用再考了 我们是来考上 假定 什么样的假定 才叫理性 对不起 高谱只会考什么则 选择 国营不会考 你要把我的话 录起来 考出来你来找我 我推学费给你 没有啊 你们就录音嘛 是不是 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这种题目 我看了二十五年 会考不会考 那我还不知道吗 是不是这样 国营不考这种东西啊 知道吗 不考你要听懂就好 那听的过程中 有没有压力 没有嘛 是不是 好来 我们再会讲假定 那假定讲完之后呢 各位同学 我们会讲一条 无意曲线 叫 in defense curve 无差异曲线 简称 无意曲线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一条无意曲线 讲完之后呢 对不起 他会往右上方跑 越往右上方 越往右上方跑 快乐会什么家 可是快乐增加 你口袋没有 钱 看得到 买不起 那也没用啊 你感受不到 那个utility的效用啊 所以我们就会介绍 一条线叫 预算线 或叫所得线 好 那如果你稍微 有点基本逻辑 那如果都没有 那就代表很危险了 过去这大学四年来 你没有好好 为自己下过功夫 这两个工具 一定要合并在 一起探讨才有意义 对不对 那个探讨 就是把预算线 跟像不像 安清班教法 所以我说 我的已经把经济 变得很简单了 你再有办法 听不懂 我真的也觉得 我也蛮想认识 这种不懂的同学 来 绝望看这 来 这是一条无意曲线 这是一条欲 两者结合在 一起 有相切有相交 是不是这样 其中有一个是 真正的什么恒 均衡 均衡不满就总效用什么大 不满就支出级 就像你们考上国营之后 对不对 你会问说 你考几次 一次两次三次上次的例子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最开心 这叫效用一定都考上 但你支出最小 还有一种是呢 固定 所得是固定的 总效用级大就是考上 可不接受 这两种版本嘛 所以各位同学 这叫消费者均衡 所以我今天到这个地方 想消费者均衡的时候 我会带 怎么去玩数学 很多同学问我老师 我为了学经济学 要不去买一本 微积分 千万不要买 微积分跟你无关 是不是 咱们经济学的数学 在国营事业高谱 这个地方 只要一个功夫就好 一个功夫 第二个都不用 就叫什么分 微分 就是这样而已 那个微分会考 就是一个微乘 一个不微 再加一个微乘 另外一个不微 就这样而已 没有第二招了 是不是 懂吗 管理还要背好多 有没有 什么价值链 什么链 什么供应链 什么链一大堆的 有没有 不用 咱们就一招 就可以通天下了 这样懂吗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叫消费者什么痕 均衡 那懂消费者均衡 对不起啦 各位同学 我们才可以懂 原来今天的课 从这里开始 对不对 才能懂 从这个图形 会衍生出 两个超级必考的观念 也就是说 我们经济学 个体里面很重要的观念 如果这两个观念 你不懂的话 你的公共经济学 你的财政学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就是没有机会 一个叫替代 效果 一个叫 所得效果 这是我们的超级重点 这样懂吗 所以我讲到这里 你才可以说 我们稍微有点像在学个体 不然前面都是轻轻松松 边上课边喝咖啡 边上课边泡茶 这么的简单 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以上叫做 Part 1什么版 基本版 那什么叫进阶版 很简单 进阶版所有观念 全部都从这里出发 全部都包含 替代效果跟 所得效果 所衍生出来的 所有一切 所以如果 我这五个观念 你不懂 我后面去讲 衍生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只是 拖着那沉重的壳 一直往前走 看不到未来 然后幻想自己会考上 连想都不敢想 这样懂我在讲什么吗 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学习就是要这样学 先学这些一个 依序依序依序 再学到Part 2的重点 好全部都讲完 对不对 东西会很多 讲一个主角叫什么者 完全在讲哪个主角 消费者 追求什么 总消什么的 全部都讲完 大概至少要还要再下一堂课 下礼拜三 下礼拜三甚至下礼拜五 都会花到这样的时间 好讲完对不对 你一定要问我一句话 老师国英要考什么 是不是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是不是这样 不确定下消费者选择行为 这个uncertainty 我喊个几年之后 906 107 108 这几年的高普 高普的计算题 就出现uncertainty 还蛮有水准的 去年都有给他们做练习 有没有 那种题目都还蛮有水准的 如果考场上高普都 高考都吹这种题目的话 那一年的经济平均分数就会荡下来 因为那是学生最不熟的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好那都是我在讲 来上一堂课讲一个工具叫做技术 用数字分析你是否达到总效用什么的 那个数字就是总效用平均 效用边际 效用 我今天不是有出一题homework吗 漂流荒岛有没有 就一阶微分就好 对不对 各自第一题第二题是不是一阶微分 最后互相合作 那个就是公共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的概念 对不对 就把两个效用函数结合在 一起再对s跟y微分 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答案 对不对 像这种公共经济财政学 就会考这种东西 但是是一个送分题 懂吗 所以技术效用分析 这什么分析 序列效用分析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假定的部分 班老师给我一本讲义 对给我一本讲义好了 第一个假定 我们叫做完整性 一个理性消费者 一定要符合什么性 完整性 什么叫完整性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说明 到底是A大于B B大于A 还是A跟B 什么等 相等 来我们看一下 它在我们讲义的什么地方呢 你们本来应该要拿到一本 全部一本 应该是不知道是个题 还是总题 全部的一本 是因为后来那一本 是因为还要把 要加入今年109年的考题之后 要把它放进去 再把它印出来 你知道109年是不是几天后 不是有个高谱吗 18 19 20 21 要把那两份考卷 加进来 资料才会新 所以就没有印出来 所以应该是要等到 上总题的时候 它就印给你们 是这样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22页 22 对不起 来 你们先翻到34页 同学先翻到34页 来 注意听 来 看这里 老师第一个 是不是讲假定 要符合这些假定 才可以说明消费者什么性 理性 对不对 好 第一个 完整性 可以说明 你可以很清楚的说明 A大于B 还是B大于A 还是A跟B什么 一样好 可不可以接受 但注意 这个完整性 三个答案只能出现几个 一个 是不是 只能出现一个 比如说你考上国营之后 你要填志愿了 对不对 好 请问你要填台电还中油 台电 是觉得台电跟中油一样好呢 还是台电比中油好 没有感觉 都没有感觉 来 OK 所以 这个还是有差 是两者一样好 还是A比B更 好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可以接受吗 这个叫完整性 可是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完整性 是不是有三种结果 这三种结果 只能出现几个 一个 举个例子 各位同学来看 老师我还是考国营好了 专业只有两颗 A大于B 老师我还是考高谱好了 反正高谱专业六颗 大家都拎得哩哩啦啦 只要我比对方好 我就上了 是不是 真的有这种人 因为他的 共同科目超强 他共同科目超强 他就是靠这样 把他pass过去 又有这种人 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A大于B 还是B大于A 你不能反反复 你只能出现几种 一种 可不可以接受 就这样而已 好 我刚才已经说过 这个地方只有高谱会考什么的 选择 好什么叫第一性 来全班看这 如果今天我符合A大于B 我又符合B大于A B大于C 那我自然就可以推出 A会大于谁 C 可不可以接受 这叫第一性 这个第一性呢 原则上这个第一性在 财政学的 我们讲公共选择行为 投票行为当中 单峰偏好 双峰偏好的 那个故事思维里面 才会再出现这样的个案 不然大概经济学看不到了 除非你是考研究所 A大于B大于A大于A大于C 这叫第一性 符合第一性 无意曲线会平行外移 可是如果不符合第一性 无意曲线会什么叫 香蕉 来全班看这 来我画两个图 因为这都不是我们的总点 这都不是我们的总点 这个应该是小小重要 小小重要 这个才是总点 考试落在这里 这样的吗 来我们看这里 来我们看这里 这是X这是谁 Y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U0 U1 U2 来全班看这 A是大于B B是大于C 所以A就大于谁 C 一定要无意曲线什么型 平行 平行 好你看 来 这地方是A大于B A比B快乐对不对 好 这是B 这是谁 A A换成B又比A 快乐 这个就违反第一性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无意曲就不会平行 会什么交 香蕉 这样会考这个国英的 不要理他 听得懂就好 知道吗 为什么 你们根本不考这种东西嘛 是他们有机会考什么责 选择 而且这种选择只会考在那种 官物啊 有一个官物一般行政 会加考一个经济学 考选择四等的 就会考这种东西 普考的选择会考这种东西 高考还不屑考这种东西 这样等我来讲什么吗 你们就很清楚知道 我到底要考什么东西 来国英的啊 你们要从这边开始听起啊 知道吗 我都讲得很清楚啊 OK 好 这个叫什么性 第一性 好 反射性 这个更少考了 来 怎么叫反射性 来 A要大于等于谁 B 来我举例 B是现在 A是未来 一个消费者如果是理性的 他的未来一定要跟现在 一样好 或者更 好 有没有道理 是不是这样子 懂老的意思吗 比如说你现在 已经在台电雇员当台电雇员了 对不对 结果呢 你考试会往下考吗 不会 你会往什么 比台电雇员一样好 或者更 好的考试去做一个test 是不是这样 这叫做 我现在是属于这个状态 可是我经过微调之后 我一定会比现在 更好 或者一 样好 这叫什么性 反射性 原来考试都不会考这个 这两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考选择 好 连续性 好 这个来 第五个 比较重要 叫什么性 单调性 这个单调性就很重要了 这个单调性非常重要 这个单调性 鼓励要稍微注意一下 什么叫单调性呢 消费者有单调性 生产者也有单调性 单调性有 八个字 多多使用 多多什么善 亦善 来 全般看这 这个观念就有点重要了 来 全般看掉 看我们这里 来 前面都还蛮基本的 这个单调 这个单调性 分两种 一个叫 严格单调 一个叫 弱单调 这个严格单调 就是 A一定会比谁好 B好 这个叫 严格单调 那什么叫 弱单调 就是 A 会比B好 或者两者什么等 相等 我先解释 这两个单调的意思 可是重点是 什么叫单调 来 全般看这 我画一个图 开始 Y 一般人 都在追求什么 名跟什么 利 名利两者皆为什么财 喜好财 我们第一堂课有讲 喜好财具备什么特色 才睡男孩 哈 很好 来 全般看这 他算是有在 轨道上念书的人 是不是US跟UY 都要什么零 是不是大于零 这叫什么财 喜好财 那各位同学 只要是喜好财 一定会符合什么原则 八个字 多多使用 多多 易善 永远不嫌 多 越多越好 举个例子 你考上了 老板要给你加薪 你会说 不好意思老板 我刚到你 不要只加薪 你这样叫我很痛苦 不会吧 尽量加 当中没看到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老板要帮你升迁 要帮你变成主管 是不是 这个就是名跟利 来全班看这 所以原则上 这是U0 哈喽 这是原点 这个无意曲线 一定会符合单调 什么叫单调 就是很简单 你感受得到了吗 越往右上方跑 快乐一定会什么家 为什么 因为拥有的 名跟 利 不断什么家 整家 这是一般世人 可不可以接受 我再讲一次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那 那如果真的 要换成考生的话 那只好这么想了 你就把它想成 管理的分数 你就把它想成 经济的什么数 分数 你不会选多 啊不要啦 经济考那么高干嘛 哎呦 太强不好啦 到时候考进去 人家都会注意我 想太多了 所以分数不断什么家 增加 多多使用 多多什么散 易散 好还要更好 是不是单调 为什么叫单调 因为他不会突然间要后退 后退就是越少越好 不会 他就是不断什么家 那为什么不断增加 因为两者为什么财 为什么两者为喜好财 因为是UI什么零 大于零 为什么两者为喜好财 我们第一堂课讲过 消费者为什么性 理性只探好 探讨两者为 什么财 喜好财 可不可以接受 你这个可能是你们人生最后一次参加国考 什么 你要为自己留下完美的一战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你们有这种思维 年轻人们 年轻人们 我都比你们年轻 我走出去 我看我精神都比你们好 是不是 我看你们感觉都是 好像有气没力的 人生还没找到轨道 是不是 那个经济男孩 有气没力的 来 东奥的意思 两者皆为什么财 喜好财 多多使用 多多益善 好还要 更好 永远不嫌多 是不是 单调性 单调有分两种 弱单跟什么单 强单调 弱单调 弱单调 强单调 严格单调 可不可以接受 就是有等号跟 没有等号 OK 单调性 可不可以接受 不会考这些 但要懂 你不要告诉我 老师我只会考 有 我跟你讲 真的有学生这样 因为我很会抓题 最后两个礼拜 我就给他一份资料 就申请你把他算手 好 你如果看到 台电雇员同学 你没有 前面柜台 没有人抽号码牌 就今天比较凉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在下面 一直写 一直写 一直推 一直推 对 对 哇 考完那个五点多 离开考场 超兴奋的啦 他说就是 就那几题嘛 你问他什么单调性 他不知道 会不会算解 他都算得出来 有没有这种人 有 但少之又 少 不要这样 太危险了 你们时间还够 什么性 单调性 很重要 来 什么叫突性呢 突性偏好 这个突性也很重要 这个突性 如果考到高谱 这个比较高阶的考试的时候 这个突性的思维 就很重要了 来 我们现在这个 来 这个地方可以擦掉吗 来 不急 没关系 你们用拍的 自己照样机拿起来拍 你 我看到你们照样机拿起来 我就自己就散开了 OK 可以啦 好对 不用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好 可以了 好 来 那我们来看这 这个突性 很重要 这个突性偏好很重要 还好你们的 哎呀你们的国营经济就是不会考这么难 对 按了高谱就不一样 来 全班看这 这个突性 还是可以分两种 弱突跟什么突 严格突 刚刚那个突性也 刚刚那个单调性也可以分成 弱单跟严格单 可以吗 好 突性有分两种 来 弱突跟严格突 好 我不要给你们太多复杂的数学 因为你们不是来做学问的 做学问写硕班博班论文 那这就对不起 这个都要定义 来 什么叫严格突 来 全班看这 这个已经是最简单了 放心 这样叫人考上 放心 你考上就可以跟那些公务人员 或是国营事业单位的员工 并驾齐驱 你不会输赢 你不会输给他们 来 什么叫严格突 来 哈啰 土象什么点 原点就是严格突 不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我要帮你复习一句话 我昨天上次上课讲过的 只要你消费者会 什么就会 生产者就会 只要你消费者 生产者会 产品市场形态就 一定会 那个体是不是起来了 那个体起来 什么就起来了 总体 你今天没看那个赖群组 那个马同学问吗 老师 他把重点都听完了 然后他就问一个 很商业化的问题 老师后面这些都没有考过 我看过立场都没有考过了 是不是当名词解释就好 对 国营是这样看 人家一个英文系的 不懂经济 前阵子还问我怎么办 人家现在要念完了 有效率吗 是不是有效率 人家可以 你为什么不可以 老师我比较弱 那你人生大概就不能干什么了 你这样懂吗 你只好去什么104111 去投履律 然后发现都没有response回复 然后越来越没有自信 是这样的东西啊 要去看到自己 接受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改变它 你才有机会 为自己创造机会 这是重点 OK 机会都不是突然间掉下来的 那个120个都是自己 很努力考上的 OK 看这里哦 马同学 那就是英文系很简单嘛 高雄人嘛 人家也是在准备啊 我又不是讲已经考上的例子 我讲现在正在准备的例子 有没有 第一堂课才讲 现在第二堂课 人家就已经看完了 人家要复习的 要解题目的 你看看 是不是 英文系的哦 经济男孩 对不 来 全看看这 什么叫严格突 严格突就是土象什么点 原点就是严格突嘛 什么叫弱突 来我告诉你 就是一条附写率的什么线 直线 这个就叫弱突 这个就叫弱突 这个老实说 这个在经济学的理论里面是蛮重要的 可是毕竟你们是考国考 在你们国营 他不会去考你什么叫严格突 什么叫弱突 不会 在高谱选择也不会这样考 但在财政学就考过一题 就考过一题 凸性的概念 凸性的概念对平均成本的这种影响 那个题目25分 那个考在财政学里面 老实说 对考财税行政的同学们来讲 也是一个重创 因为这个题目如果考在公共经济学里面 那些念经济系都不一定会 何况他考到财税行政里面 这样懂了吗 所以为什么财税行政分数低就上了 这样懂吗 因为他们要三科专业 那三科专业都是相课的 那三科经济财政会计 尤其会计跟另外两科是相课 会计会另外两科就铁定不会 另外两科会会就铁定不会 这是相课 绝对不会有相生 来全班看这 什么突 什么突 弱突就是一条负邪率的什么线 直线 啊这是不是严格突 突像什么点 圆点 可不可以介绍 哎呀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啊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如果这叫突就叫什么 凹 凹像什么点 圆点 我都没有用很严谨的数学在做定义 对不对 精细男孩 我是用很简单的观念在讲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搞 这样懂吗 好那我们现在来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来各位同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 这条叫五义曲线对不对 五义曲线有他的学律 我们待会稍会讲叫做 边际 替代律 边际就是邪律 替代律就是他邪律给他一个名称 替代替换 边际替代律 那我想请问 严格图的边际替代律 或叫无义曲线学律 有什么特色 来一开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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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